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现在总是因为小事和我闹情绪 平时洗衣做饭都跟我炒半天 做什么事情从来不跟我商量 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意见 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觉得现在在家里 她总是因为小事和我斤斤计较 两人从来没有好好沟通过 导致现在都不知道和她说什么好 她平时很要面子 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 随份子有时候比工资都赌 我和她说过很多次了 她也不听我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平时单位人都天天见面 人家给我发请提 我不去也不好意思 而且随份子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总在和我发脾气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刘先生56岁来自吉林公司职员 有请刘先生有请 李女士56岁来自吉林个体 有请李女士有请 欢迎老妹 就是大姐要来的是吧 对 是我要来 来干啥呀 那个我爱人 她现在脾气就跟以前比 差多了 我们结婚三十来年了 就是 那个原先她脾气特别的好 啥事都听我的 是是是 这两年她就变了 为啥呢 好像更年期了吧 更年期了 所以说变得非常暴躁 总跟我吵架 我俩现在也无法沟通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我说话声音就重大点 来我们这儿可以脾气大一点 嗓门可以大一点 回家嗓门低 现在脾气可以大 高八度 高八度 来 回家第八度 你说 我对她多好了 对她可好了 对她可好了 咋对我好了 你看她退休以后吧 回家她要上班 我说你别上班了 退休退休 我给她休息嘛 是不是 你唱歌跳舞啥都挺好 她就 都支持 她说出了大工 身体不好 我说你给她休息休息吧 退休了 出了大工去 对不对 打了两年工 住了两三回院 打了两年工 住了两三回院 对 你前头就交给院了 今天没想 没想 您出去打什么工啊 那前我就是刚退休嘛 情绪啊身体啊 觉得还行 完了呢我就出去打工去了 那您干嘛呀 我在超市那个当理会员呢 哎呦还挺辛苦 是累病了吗 对 累病了 上班吧还得搭一个 上一个搭一个 早上去超市上班了 我骑车给她送上去 晚上才下班呢 您在接 我得接 先做完饭 然后到超市去接回来 这可以啊这老公 可以啥呀 她做饭 一边做饭 她一边给我操操 你说咋操操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做饭 哎老公啊 别忘了放那个调料 放葱啊 蒜了 姜了 我说我都切好了 都放在那里 你不能操心 你想要炒不好 你来炒了 对不对 你老师给她做的 我做好你就吃完事了 哎就是 对不对 我一说话说 我怎么恨干啥呀 说那么大干啥呀 她老师我跟您气 脾气是大了吗 他知道别过去 我扫门是大点 是扫门大的还是有别的 比如说过去是扫门大 现在可能吵吵架 就摔门而去 这种情况有没有啊 经常有 啊 经常有 经常摔门而去啊 嗯 不会吧 她现在就是脾气吧 可暴躁了 就是跟以前比的不一样了 我摔门除了 判若两人了她都 看什么 判若两人了 哎呀我听成了开始咬人了 没有 判若两人 判若两人了 哎呀我这也更年期了啊 耳朵不好了 啊 我摔门除去呢 啊 相互都消而火 啊 等晚上九十眼钟回来睡觉 好 您的意思是摔门出去冷处理 是吧 对啊 晚上还回来 对啊 这在家里脾气大了 出去呢 出去脾气大不大 出去他脾气也大呀 啊 这一次我们上商场 嗯 我给他买鞋 嗯 在家都商量好了 嗯 我说那个就买啥鞋 你就认了就得了哈 你就一切都听我的呗 这行行行行行 到了商场以后 突然间他就不想买了 我说在家都说好了 完了那个你到这家就不买了 妈我俩就干起来了 这有啥好干的 给你省钱了呀 不是啊 他平常他老抄了 我这鞋坏了 你也不给我买 嗯 他嫌我给他买的鞋便宜 完了呢他还不敢说 呃 所以说呢他就不想买了 这就 不想买我就特别来气啊 他这心理活动 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你明明知道他 他这小 那你给他少买的贵点嘛 那个晚上我挺高兴啊 啊 到那个携贵店 携贵店鞋 不行啊 我这一会儿我长了 我脱步了 我都穿脚的舒服了 再换一家再看一双不得了吗 我一来气我 我又不是跟他吵架 哥哥多掉面子啊 赶快走吧 我自己去买去 买了吗 自己买了吗 舒服吗 挺好 他也没跟我商量啊 买双鞋有什么商量的 这么大人自己做主买双鞋不行 鞋太贵了 我自己买鞋 我才买一二百块钱的鞋 他买五六百块钱的鞋 啊 买呗 所以我觉得心疼嘛 啊 所以说这是脾气大 对吧 赶自己个儿花钱了 对 那你们这退休之后 会出去玩什么的吗 老两口 一说出去玩去 那个我更来气了 没到我以前 嗯 他跟我说 上那个丹东去看那个牡丹节 好啊 非常好啊 啊 完了说的说的都可好了 那个咱们一起去 我亲朋好友都告诉了 嗯 我嘚瑟啊 我都告诉他们了 完了等到跟前的时候 他说 那个咱们不能去了 我说为啥呀 你看五一你去 这人山人海的 咱们竟看人了 啊 去看啥去啊 对 等着那个 那个人少的时候咱再去 我说那前那个牡丹节 也都已经没了呀 那牡丹都已经卸了 对对对 咱还看啥去啊 你咋答应人家就不去呢 对 原来我确实想去 我在去之前呢 我给我那个朋友 当中有朋友啊 他说大哥你来干啊 你干弄的赢多呗 你光看车赢了 你花你根本就没看了 到啥呢 那你咋提前就跟大姐 就说了要去看呢 出耳烦耳 出耳烦耳 你看又又又给定罪了 说了不算了 这除此之外 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今天把苦水都倒完 就拿我们装修吧 我们一开始吧 找一个很大的公司 挺出名的 那个保质保量 还有那个售后服务 这不挺好嘛 完了那个价钱呢 还真不太贵 然后我就跟他说 他也同意了 我就去签合同去了 合同也签了 是订金也交完了 就等了那个装修了 没过几天 他跟我说了 咱不用那个装修公司了 我已经又签一个 我说你签一个啥事的 他跟那个我们邻居好几家 签一个个人的一个小公司 团购 一堆人签嘛 便宜啊 然后呢 可能是各种那个优惠 那一个人公司 您肯定这么说呀 好呗 这么好那么好的 我说这边都已经签完了 那咋办呢 咋办呢 我说对 你这不属于违约吗 我那个抵押金还在那儿 是不是啊 不行 我也见不过他呀 我俩不干去 又吵起来了 我说这咋整啊 我说那你去吧 他还不去 后来这事咋解决了 咋解决 我去了 我把那个大公司 我去退去了 将一赔礼道歉 这那个点头哈腰的 后来就用这小公司了嘛 装的满意吗 刚开始装的时候 倒是挺满意的 一年半以后 炒挺好 炒挺好哈 那个一年半以后 尾声间的吊庞 吊一半 厨房的那个厨棍啊 门和那个 那不都带胶的吗 熏的开了 地角线 吊了开了 省了几千块钱 损失不更大吗 就为了省了几千块钱 所以说这个事吧 我最生气 因为装修是大事 我真的非常非常生气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 他没死呢 对不对 几家和在一起 比较便宜点 这太便宜了吗 您买鞋的时候 怎么买贵的呀 装修的时候 怎么买便宜的呀 还有一件事 还有呢 他特别要面子 就是我们院里吧 都是他们单位的 家属啥的都是 每家不论有什么事情 什么那个结婚啦 生小孩啦 孩子升学啦 他一个都不落 就送份子呗 送份子 随份子 一个都不落 有时候他一个月工资 都打进去了 这都影响我们生活质量了 有的吧 要是特别熟悉的好朋友 熟悉的那你参加 有的见面可能 那个连话都不熟 就知道是一个单位的 那你也参加 对 就特别要面子 就是有时候想跟你打招呼 说孩子 我姑娘儿子结婚了 你去给谁给你 孩子升学了 谁给你 能不去吗 抹不开啊 抹不开 我因为抹不开 我孩子明天生日 您来点份子钱 那去呗 真来啊 哎呦 我还真僵这儿了 就这么个脾气啊 以前也这样吗 原来还没这么多 那您分析他这个行为的背后 是什么呀 就死要面子 活受罪呗 再说确实也影响生活质量 你说他月工资都拿不回来 我说你也不能说所有的人 你都去啊 这么听起来好像是 去洗啊 不是为了送份子钱啊 我怎么听这意思就是 你说东他就非要去西呢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他现在不听我的了 原来挺挺的 挺还是挺 能说不挺 行 我就想要老公性情大变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要给他收拾回来 是这个意思吧 他就说他发脾气 我说我没发脾气 你们听老师的吧 咱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说真的一上来这个 李女士就说您脾气大什么的 我说实话 我真没看出来他哪儿脾气大 我觉得他不仅不是脾气大 他连大气都不敢喘 不是 他在家 不是呀 老厉害了 是吧 来我们这儿又害怕了 对对对 但其实就我 从你们的二位的对话的 这个感觉当中 就能感受到 家里面的主权非常的鲜明 就一定是您 一定是您掌控着主权和大权 对 他一定是一个随从者的身份 对 其实你在意的不是说 他是否高不高八度 如果他不挑战您的主权 他平时说话高八度 你压根可能都不理他 觉得他发起点情绪就过去了 但是他开始挑战你的主权了 开始不听你的管了 你订了这家装修公司 自己偷摸地换了一家 所以这就是您心里不平衡了 但其实生活没有一成不变的呀 这不就是真实的婚姻内容吗 因为已经都过到现在这样了 稍微释放一点主权 因为他也退休了 那不就是跟你共同来分担一些 在家里面这些事吗 在家里面就是他的现在 唯一的世界和天地了 再做不了主 什么都说了不算的话 他自己觉得生活 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特别真实的 退休后的婚姻生活状态 就是彼此相互支撑着 然后相互理解 一去更年期就得了 对吧 好 祝福二位 谢谢 其实我觉得老公的变化 是一个好现象 如果说之前他一直忙于工作 疏于管理这个家里的事情的话 其实您或多或少 在您操作完这个家之后 您觉得有一些失落 这个家又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为什么你没有一分子 所以呢 在退休之后 当所有的这个模式 发生了变化之后 其实您还在习惯 以前的一个驱动力 一个惯性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老公其实是一个好心 想介入到这个家庭 想帮你 比如说 在你退休的时候 他希望说 哎 你留在家里 你不要去那么辛苦的 去工作了 你不停 因为你已经习惯于说 以前就是我说了算 而在工作当中呢 又是老公上下班的接送 对吧 其实你应该是接受 他这种改变 而且是非常积极的讯号 还有一个呢 装修这件事 如果说 没错 结果是说 大公司是质量好 对不对 但你有没有想到 他自己默默的去 也去做 努力了 寻价 跟别人沟通 然后最终呢 很欣喜的发现 居然比你拿的便宜 有没有像 小孩是来请公 并且说 你看我这做的应是对的 但类似的事 可能以前呢 根本就不屑的去做 费力不太好 但他想参与 想帮你 虽然好像是帮了倒门 但是精神可嘉 他主动说 我们去哪哪玩去吧 对不对 非常积极的信号 所以我觉得这种好的信息 一定要捕捉到 并且支持 多一些在家务上的 互相的沟通以及争执 因为这样他才能体会出 过去的几十年 多不容易啊 好不好 就从这个角度 去想问题的话 你的老公的变化 是值得称赞的 就这样 杰老师 我说一下我的感觉 就是两位 都是56岁对吧 其实我看到两位 我觉得先生 乐呵乐呵 买了双挺贵的鞋 我觉得女士 您要是真的 咱从大面具着想 应该为她高兴 咱都节俭了一辈子了 养儿与女 可算花回钱 我支持你 买双自己喜欢的鞋 能咋的呀 所以我们年轻人 谈恋爱 谈婚姻 真的谈的是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 即便我们有共同的 生活观价值观 但是在年轻的时候 细节磨不好 生活习惯磨合不好 那真有可能离婚 但是我们到了老公 千万别再跟细节交接 我们要抓重点 这个年龄重点是什么 那真的是 好好爱好自己的身体 好好爱好自己的老伴 我们相互搀扶着 健康的快乐的往前走 如果再盯着那个细节 对吧 是不是装修她找了 那个公司 还是说 我这边是不是脾气 摔了个门 再盯着细节 谁的日子都过不好 固然呢 先生 刚才两位老师也分析了 由于退休之后 大家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社会角色的这个担子小了很多 家庭角色越来越重 所以参与度会越来越多 摩擦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实际上 在这个年龄段 真的是放细节抓重点 好好的爱自己 爱老伴 那生活就是高质量 好吗 好 祝你们幸福健康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来 袁老师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就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如果你看见你老伴一直没有憋 那说明他憋着 或者说明他在装 而憋着或者是装 就更容易造成新的变化 适应吧 好吗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你老伴 大半辈子都过来了 剩下那大半辈子 谁都想活出点自己的主张 摩擦难免 不影响感情就好 我们自己掂量吧 我们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60秒 老婆 体谅点吧 我说不是吧 觉得身体健康 心敏感 有你 你有我 足够我 谢谢你 通过那个土雷老师 和那个各位老师 这么说 我心里明白很多了 我相信我们以后会 更加互相爱对方 我会理解你的 起亮灯吧 来 我们看看他们爱的记忆箱里 存放了怎样的记忆 请开箱 来吧 这是什么呀 那是我给他买的衬衫 本来今天是想让他穿了的 导演说穿那个 被导演给否了 这个用我们职业化说 有点爬行 就是在屏幕上会闪 所以没法穿 挺好看的 还差一个五六百的裤子 大姐那手 我那裤子800多的 大姐背着你买800多的裤子 对 谁给你买的 是我姑娘买的 你那放的什么呀 玉座 过生的时候我跟老师 因为他比较喜欢的玉 我过生的时候 那今天送是什么意思 今天拿出来是什么意思 我这份永远记住 我发脾气吧 它就像会影样了解 不要再上这来了 我们这怎么了 来 我们这儿不是很开心吗 开心的开心的 不是很幸福吗 调解嘛 对不对 行吧 回去吧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请回 请关门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一对如何再相当 请开幕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接下来我们的见证属于 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光 各位请见证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就是个急脾气 爱冲动 但是还能控制住 可是最近他的脾气 是越来越大 让我很不舒服 我的脾气确实有点急 但是我也想和他 好好地沟通 我也不知道 怎么办才是好 现在我们两个人 总是因为小事吵架 他什么都不肯听我的 觉得我做的事 都是不对的 家里的事情 平常都在他 我偶尔提个意见 又怎么了 难道这也有错吗 他现在的脾气 是越来越大了 还总爱朝我发火 自己做错了 也不肯承认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脾气这东西 我短时间也改不掉 其实我一直都在 努力克制自己 但是他总和我计较 我心里也有点不舒服 掌声有请 这一对有请 裴先生64岁 来自吉林个体 有请裴先生 有请 赵女士61岁 来自吉林个体 有请赵女士 有请 您这眼睛是怎么了 这就是有点毛病 怎么了 您先生这眼睛是 有一次上医院去看病吧 完了那个大夫说 或者是因为你的脑血管 有什么毛病了 可能要做手术 他说那也就这么地吧 反正它也不影响我的视觉 就是看东西还可以 所以也就这么过来了 你看这一细节一看了 对老伴还挺关心的 对吧 但是那么说 今天是您要来的 对吗 对的 要来干啥呀 他脾气特别急 以前吧 年轻前你说是都忙于工作 也就忙孩子 就是吵一下 也就这么过来了 但是现在呢 因为都退休了 他在家的机会就多了 摩擦系数就增大了 再一个我 现在因为有假装性节节 他也就是怕生气 脾气大 反正脾气不小 问问 过去退休之前 家里的事谁管啊 一把人都他管 我也不乐管这些 你说小事吧 不商量行 但是有大事 比如说买房子 我们换了两套房子 第一套房子 当时是五元五年吧 采签 我们是家住是大东边 他单位是在北边 我就到他单位跟前 去买房子吧 完了就是骑着车子 爱一买 成天跑到这个中介 完了再看二手房市场 但是当你买了 你看一个 回来他马上就是挑毛病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他不了解这市场是啥样 05年的时候 这个房价就是 蹭蹭地往上涨 传出人 比如说你前一个月去一个价 又过半个月又是一个价 一开始不到一千块钱 后来最后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都已经达到了三千了 后来不是买了吗 后来买了已经拖了将近快一年了 实际要是两人好好商量 这个房子很快就买着了 去年我们又把这个房子卖了 完了又开始买了一个房子 去年又买房子了 去年买房子怎么样 买房子 发火了 因为这个买房子 这个事我提了一年 我就一点点渗透它 它就会平时安逸地过 就是啥事没有 它先安无事 它就好 但是一提到买房子 马上他就得说 不不不买 这房子挺好的 我就这么住着呗 但是因为我有我的想法 你过日子 你必须得往后想 孩子以后岁数都大了 你要是有病了 你那意思就是说 大哥现在遇事 不扛事呗 怕麻烦呗 不就这意思吗 但是买着了 他就高兴了 我领的看起这个房子 他一看还不错 不给你发火了 买完了 你是不是得装修啊 装修 你到装修了 又出现问题了吧 啥问题啊 没到干啥 装修了 你得买东西吧 他肯定 你这个玩意儿不行 他就跟你俩一顿发脾气 那简直都连拍子都在干啥 不是 这装修您发什么脾气 买东西您发什么脾气 买东西吧 这玩意儿不是说发脾气的事 有些东西 人家现在这个市场 我总考虑 有些东西好像不实用 有些东西 人家好的时候买这个 赵三千买 到那个就变五千了 你这能行 也就是说您当您过问到 家里细节的时候 你发现过去那些日子 都不知道它怎么 捣捣你们家的钱了吧 那巧我也不太管 对家这些事物我也不知道 行 您现在也别管 不就没事了吗 不是说你不想管 它这事就往你眼前来 行 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咱看不着拉倒了 现在在家一天没事 啥都能看着了 行 现在我能理解大哥的心情 就过去认为特简单的事 对吧 怎么一参与管理 发现这事特复杂 忍不住那气往上拱 对吧 是吧 对 你也觉得委屈对吧 我这么辛苦 是不是 你还不理解我 我当然委屈了 我多累啊 委屈是 因为他大事他不管 因为遇上事他马上就犯愁 听明白 他不去跑 就为难嘛 懒嘛 遇上大事大生气 遇上小事那种生气 他就像一个有点像净石炸弹 随时他就可以爆发 行 姑娘老回家看看吗 也回家 平时心仰如是挺好 但是有的时候 他爸爸性格急 你比如说你做饭 我做饭可能是要慢一些吧 他快 回来进厨房 他肯定就去看 就开始说你 看你还没做好呢 那你一说我 我肯定也生气 那我做饭慢 有我的那个道理 我一生气 那我姑娘一看 肯定他也不满意 他说你看 那你们能不能不吵架 不吵架 再吵架我就不回来 你看我姑娘 报那个大学考试 报考那天 我们就过那研究 完了他也来参与 你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人家都说这个好 那个好 打扰半天 最后孩子志愿 就没报好 你就影响到现在的工作 他不听我们的 但他听外边 别人对他说 谁 你看我听了 我们邻居 咱们邻居谁谁谁 你他儿子报啥啥 那你不能根据 他的那个什么报我 我们孩子学习也挺好的 英语也挺好的 但之后来报的 志愿就不理想 就是他给报的 是吧 听起来这大哥 在这家里面 就是一搅和 什么好事都被他搅了 他这个人呢 心眼善良 没有什么心迹 就是心直口快 是 就是这个性格 我不能容忍 他好像不是性格问题 那是 按您这说法 你看他不扛事 对 对吧 您办的事 他都给搅和 从女儿到 但他也不是故意搅和 到您买房 您知道您在家里的地位 是什么了吗 你说可以吧 您觉得您在家里排 排老几啊 不能说排老一 也得是老二吧 对 你们家就俩人嘛 他是老一 你是老二嘛 不就这意思吗 但是我这个人脾气是 相当相当的不好 不好 是张伙就找到 这情况下 在家里头 反正我是不乐意搅和 一些家务事 这是一方面 但是有些事吧 张伙就着吧 这是 我最主要困扰的 就是他的脾气 尽量少发活 两个人就是做事 互相商量 互相坐着沟通 平行进气地讲话 这不是一辈子 都没平行进气 讲过话吗 现在怎么老了老了 要求他 老了我身体不好了 有病了 怕气 这我就听明白了 身体肯定受不了 就是这个模式 因为您自己在 到了这个岁数之后 发现自己 慢慢学 有一些问题了 身体有些问题了 过去已有的 结婚三十多年当中的 磨合习惯和方式 您觉得不太合适了 想改这个方式 是这意思吧 对 您承认自己脾气大吗 可以 承认 想改吗 改 这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你想从头全改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得说实话 改不了是吧 这轻易改不了 我是基本听明白了怎么回事 但这其中的道理我没搞清楚 各位老师你们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娟 夏大王 就是您 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是不是 对吧 对吧 要看不惯的东西 在我眼前 在你眼前 你就必须得把那火发出来 不发就憋得慌难受 差不多吧 大的事上 我实在过不去的 你发泄一下 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 小事 能看不见的就看不见了 就从你自身的身体健康去考虑 干嘛没事自己气自己啊 阿姨 我觉得 您吧 非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走 所有的事 必须要按照我的想法去 一步一步地给它实现了 别人的意见 不行 因为只有我的意见是对的 但是你让别人 同意你意见的时候 还必须要是兴高采烈 欢天喜地 首舞足道 哎呦 你说的真对 你做的真棒 你选的东西都是对的 你选的房子也对 家电也对 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 咱目的都实现了 跟他生这个气干嘛呀 听听我的体会啊 我跟他们体会的不一样 可以 我觉得呢 这种模式你们已经 其实三十多年 都是这样过来了 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步了 因为啊 这种模式 您已经吵不动了 身体不好 你觉得咱们得 老头 咱们得换一种模式相处了 但是呢 你要改变一种平衡的状态 你不能让一个人去改 其实您也改不了 他一下改过来 不可能 不现实 我们只能慢慢地去调 这种调是怎么样的 第一 不要给太多这件事呢 发生的机会 他不说了吗 哎呀我其实不想管这事 但是这些事啊 往我眼前涌 我就不吐不快 不吵不行 好 别让他看见 第二种方式 有的是他必须要参与 对不对 必须要参与 那就让他 从头到尾的都参与 甚至于 让他去做 有的时候他就会体会到 你的不容易 有的时候他也吵不起来了 对不对 还有切记 我们不能想解决一件问题的时候 又引发了新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种平衡 是你们存在了三十几年了 必须让他改的话 新的矛盾出来了 换句话说 您造就了他这种脾气 要改也得先谁改呀 先您改呀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我的解决方式的分别 好 谢谢 严老师 我特别同意曲总说的 其实这么多年来 你们相处的方式一直就是这样 就是先生脾气比较爆 那女士呢 其实家里做主 夫妻到这个年龄 真的想要把日子过得舒坦 只能做到 咱们中国老话说的 真的是难得糊涂 有些事情就放一放 放松一些 不要太去较真儿 太去关注 都到了这把年龄 能有多少什么天大的事啊 这太太爱买什么买什么 这先生爱出去跟人什么 玩去玩去 都是小事 只有健康是大事 你们应该关注的是彼此的健康 好不容易可以放松了 您都辛苦操劳一辈子了 还让自己那么累干嘛呀 咱有机会多去玩玩 旅旅游 健身 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其他都是小事 咱就难得糊涂 这日子就能过得好好的 好不好 希望两位都能有 幸福平安健康的晚年生活 祝福你们啊 谢谢 谢谢阳老师 来 图老师 不爽的 不是权力的争夺 谁管谁不管 不爽的 是自己花了心思 最终还被否定的那种感觉 就打个比方吧 我说明天没事 我说去泡个温泉吧 然后我媳妇就开始找地方 就开始团购 找了一晚上 她跟我说找着了 去这个地方 哎呦我一看 这不是我想去的地方 我说你怎么瞎找呢 我媳妇二话没说 再找 我又说不行 然后她就开始发飙了 你知道我找这地方 找了多长时间吗 我做攻略做了多久吗 当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三到四次之后 我开始决定 做一个好司机 我既然说一些话 会让她不高兴 同时又会让她有挫败感 有一种被否定的感觉 那我就做好一个司机 我就负责开车就行了 我既然没有花这样的心思 没有付出这样的心血 我没有资格去否定别人 三十多年了都人管 管得好不好 这家都这么过来 你也活得挺好 孩子也健健康康长大 那我们就做好一个 顺从者的角色嘛 我们有什么资格提要求呢 您说呢 你一直也就没管嘛 那至于你所说 那我也不能不管 我又不是个睁眼瞎 很多事情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发生 我脾气也不好 我肯定脾气比学伟的脾气差 但我解决的方式就是 我干我喜欢干的事 各自为政 大姐我这样说 算合乎你的心意吗 你是不是最讨厌的就是 我花了心思 最后还被你说得一文不止 是 是是吧 是那我会对大哥的建议 就是很简单 我不管 我就当睁眼瞎 喜欢钓鱼钓鱼 喜欢干嘛干嘛 因为其他的事我不配管 三十多年了 你还想抢班夺权 那倒不是 不是啊 你三十多年了 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吗 你没有资格发脾气 三十多年都是他管的嘛 你就该干 你自己该干的事就行了嘛 脾气肯定是改不了了 你说呢 就这样吧 好 谢谢陀老师 在这个岁数 这样的申请 你们需要的是互相依靠 争吵到这个岁数难免的 忍着点吧 实在不开心 骂他两句 像年轻时候也一样 接下来的时间 当然就留给大哥和大姐 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这么起往后吧 这还是改改吧 少改改 这个年岁了反正 两个少争吵吧 好好地养过后半生吧 那是既然你这也是说 那个要改一改脾气 这是 好 时间到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在他们爱的记忆箱当中 藏着怎样爱的记忆吧 请开箱 来来来来来来 车票 啥意思啊 我其实从来没出去过 这既然来到天云了 到北京不就进了吗 买了两人车票 毕竟也说过一辈了 他就留着我 邀请老伴去 北京旅行 对 您那是什么呀 大姐 那是他给我买的 一个项链子 现在孩子也大了 他那个什么 也结婚了 就像咱们俩了 以后咱们就相互服侍 好好过吧 过好后半生 行 请回吧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婚姻不是改变对方 而是适应与成长 适应不是忍耐 而是包容 成长不是刻意改变 而是学会理解和尊重 当你在理解对方的同时 你也要告诉对方 你同样需要被理解 于是双方都做出了 调整和改进 并且也增进了彼此的感情 但如果你只是通过 谴责和强势的命令 去要求对方 结果只可能是 激发更多的矛盾 爱情保卫战和我 都开通了抖音的账号 大家赶紧去下载 抖音短视频APP 来关注我们 还有更多的爱情告白的 精彩视频等你来看 来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看 来吧 大哥来 不会这么快 发现我正在 想爱一点点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 谢谢 我们来见见V队 相伴了大半辈子夫妻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这么长 反正过一倍的往后这么说 争取脾气还是改一改它 既然都不说算一倍也差不多了 儿女也大了 外孙的也都上学了 争取还是少生气少发火 这身体都不好了 脾气要改了 真的 我就耍手都没有了 因为最主要就是 我对他这个脾气不好 我很烦 现在脾气既然逐渐地改了 那咱们就以后好好过后半身 先不照顾 抱一下 抱一下 抱就不用了 扯手下去吧 不用了 扯手就别下去了扯着 请亮灯吧 为啥抱就不用了呢 三大岁 三六三岁 老七老夫 这不需要了 老七老夫 来来来 前准 谢谢啊 那边 那边 那个大门 谢谢两位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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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婚姻里的事有时候真的 真的让人挺费解的 或者真的挺难说的 我们不可逆我们曾经有过的时光 那就珍惜眼前人和眼前的时光吧 有网友提问说 偶然间翻阅我男朋友的手机 看到了他与别的女人聊微信 语言暧昧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一直对我很好 和他在一起总有一种 被当成了女儿一样爱护的感觉 真的不能相信他是这样的人 我到底该怎么办 也许他真的只是把你当成了女儿 而没把你当成爱人吧 因为爱情一定是有排他性的 因为爱你 他拒绝所有任何的可能性 所以好好想想 你到底是爱人的角色 还是女儿的角色 祝你幸福 我要保卫爱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